社会的善举往往体现在金钱物资和人力的服务上 在台湾彰化有一家汽车业者将自家创新发明的产品 捐赠给中华民国身心障碍职能协会 预估让兼具工艺与环保的产品 为协会每个月省下2万块钱 到底是什么产品我们带您去看看 桌上这些大小规格不同的省油器 安装于不同马力的车子上 发明者就是这位从事汽车业 已经有30多年经验的王锦郎 省油器不可能一个规格 所有车种大小车都适用 要以耗油量为计算单位 你今天耗油量大 你的省油器要装大 耗油量小 省油器要装小 意计就是说 上期现在省28一户就提升2万块钱 对于小富康来说 可以经常把很多服务出来 这次将省油器捐赠给16台富康巴士 希望可以减少协会油费的支出 我们使用这种省油器让我们成本降低 再送客人方面我们也可以再送更多 帮助更多弱势团体 从事30多年汽车修理的王锦郎 经历5年的研发 5年试车的测试 采取的新发明的专利 其中包括有台湾 美国与大陆的专利证书 经过我们省油器除处产生浑温以后 吞到喷油水里面才会误化 来增加马力才可能会达到省油效果 因为省油器装下去不能减少你本身车子的马力 一定要增加你的马力才可能会省油 业者研发汽车省油器除了可以让民众省荷包 还可以保护地球降低暖化现象 新台湾台电视陈云珍 叶席红 台湾彰化 采访报道